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想到就这么快 这两天就飙到千分之一了 我们来看今天的确诊数 今天确诊数是 81852例 中症242 重症91 比较令人担心是死亡数高达104例 已经飙破了阿中防线 好 我们再回到新闻来看 好 在今天防线失守了 阿中部长说这是一个警讯 当然是一个警讯 特别是小朋友又新增了粮食 一起是四岁的小朋友 一起是一岁的小朋友 四岁的小朋友又是脑炎 一岁的小朋友是败血症 但败血症据说也并发了脑炎 所以为什么脑炎的病例 这么样的高呢 李宾盛说 儿童染疫并发脑炎 真的很难预防 我们来听指挥中心的说法 那今天的本土病例是81852号 那死亡个案是104例 新增了这个333例的 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 因为今天的染疫死亡人数是 这波疫情首度破百嘛 那想问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死亡率 是有来到了万分之十 或者是会不会担心说会突破这样的 一个死亡率的数字 死亡从昨天的76位是不是 到今天的104位 其实大概都是在反应 大概5月18、19这以后 大概就是每天确诊 数数字的8万多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 在这两天来看 都会超过千分之一了 那不过整体 用比较长的时间来看 那没有超过那么大 也是维持在万分之五 那但是仍然是一个警讯 千分之一防线失守 理事长 这是一个起点吗 千分之一的防线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这个 Omicron这个病毒 不会只有在台湾 有特别高的死亡率 它国际平均的一个死亡率 大概是万分之三 万分之三 所以我们台湾的话 你如果高过万分之三 要检讨的东西 不是说这个Omicron病毒 变得比较毒了 你看今天的指挥处 你也不敢讲 这Omicron病毒变得比较毒 不是 但它的病毒都一样 对 都一样 它不会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决定在 我们的医疗量能 你医疗量能 医疗量能是台湾最骄傲的地方 台湾的医疗是很棒的 那你为什么很棒的医疗 弄出这么高的死亡率 那丢脸丢死了 而且这次的死亡率 它也修正过 你知道吗 修正过 以前我们去年的死亡率怎么样 去年死亡率不是超高吗 它那个说 你突然间死后 就是你死了以后 再筛查的 阳性的 它就不算 它那个说算进去 去年是算 今年是不算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阿里阿渣跟你无关的 它都先拿掉了 拿掉还这么高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 千分之一的这个数字 如果到过去的标准会更高 因为死后确诊也算进去 现在死后确诊不算 那么过去是全死亡 也就是说 即便有一些并发症 那么只要它是跟疫苗有关的 或者是跟COVID-19有关的 都算进去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要非常直接 因果关系的才算进去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绝对是跟我们医疗量能 有没有开展是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就医的时候 假如各位家里面自己有 有家 有亲友的话 要去住院 那住院的除外是层层除外 要塞什么 塞什么 塞什么 塞了以后全部没有才能住院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还是继续存在的话 我们病人要住院的时候 就很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大概有百分之四五十以上 大概都是这种院外死亡 或者来的时候 住了很短的时间就死掉的 这种比例要给它大量的降低 那你要看的话 真正它是真正是因为 Omicron该死的话 它应该是大概住院 七到十四天死掉 所以如果七到十四天 以前死掉 这个比例占比较多的话 这表示我们的就医流程 真的是有问题 因为台湾的医疗量能 绝对不该有这么高的死亡率 这个死亡率是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它不能够在指挥中心 不能够只是抱怨 我的死亡率这么高 怎么高 很吓人 对不对 你要想出办法 办法就是顺畅我们这个流程 但它说长期来看我们还是维持在 万分之四万分之五 万分之四万分之五 已经不能接受了 万分之三才是可以接受的 万分之三是国际标准的 Omicron死亡率 你就拿万分之五来给自己 当遮羞部 这个很难看的 特别是我们的致死率非常高 我们先往下来看今天的数字 90331 在中症的部分有136 重症有74例 死亡数在建59例 更加恐怖的是 你看北部 来台北有12000例 新北有24826 桃圆又13827 真的是疫情非常严峻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问 我们的死亡数致死率这么高 是为什么 而我们死亡数难道只有这个数字吗 有没有盖牌呢 殡葬处 他们对死亡的一些定义相关的 但根据殡葬处 他们自己的规定办理 那在指挥中心对于怎样的一个确诊 然后到死亡 这是一组两组三组的人在共同的判定 有一定的程序 这也不是任何人 像我说他不要死就不会死 就要扫报几个人就扫报 那是一串的一个程序 所以这不会有盖牌的问题 好 中部长说没有盖牌的问题 也不是我说他不要死就不要死 他就是得通报 听起来有道理 但是也有明代说 明代说我们来看 以五月份来看台北市呢 死亡数是52例 新北市是114例 总计是166 但他说殡葬处公布出来的确诊 确诊的火化人数 台北有158 新北有189 加起来有347 那347和16这中间差了181例 所以有没有盖牌呢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呢 是过去呢 确诊死亡是全死因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这个病患 他是确诊之后死亡 都算在我们的死亡数里头 但现在改标准了 现在标准是什么 要直接死亡 就是说你是因为COVID-19 直接死亡才算呢 有两种情况不算 第一种是如果他过世之后 我们才发现他是确诊者 死后确诊 这一种不算我们的死亡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他是间接的 比如说他得了COVID-19之后 他并发了其他的病 然后因为这个并发症 这个疾病才致死的 那也不算COVID-19的死亡数 好 这两个排除之后呢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的死亡数其实是失真的 这死亡数啦 它这个调整主要就是因为去年 我们死太多人了 因为死太多人是很难看 当初他们也是求好 那我们也不能鸵鸟心态啊 不是 他们也是为了说 他们自己可能要求好心切 心切啦 我本来说他是同鸟心态 求好心切 所有跟那个新冠有关的 都算他死的 结果死得超高以后 他们这年就改过来了 我们说间接的不能算 对 对 就是说他要直接死因 你不是说全死因 这个我们死亡诊量数里面 一个人有很多的病 全部都列起来 他只要里面中间有列了一条 他就算数了 那我举个例子 前两天不是有个阿伯 他去排队买块筛 那他后来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就倒了 然后就死了 后来人家才发现说 阿伯是确诊者 因为阿伯之前不知道 自己是确诊者 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得 所以就跑去买块筛 这一种就没有算在 我们的死亡数里了 对 没有错 这个就没有算在里面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常规 我们在结合病 就是这样报的 所以说他 所以他就不是特例 所以说我只能说 他以前是求好心切 现在就回归到正常了 是这样子做法 但是他死后才确诊的 本来也就在 流行病就没有报了 没有 本来就没有报 这种本来没有报 好 那我们就讨论 另外一个问题 那重症死亡率 重症死亡率 高达将近八成 换句话也就是说 重症者八成 都会过世 这个数字很高 理事长 因为他那个东西 什么原因 我不太喜欢用这个数字来看 这个数字看得很吓死人 吓死人 你看 像他们说 5月1号53 5月6号60 然后5月6号68到79 现在到将近八成了 好像Omicron很可怕 其实不要这样看 那我们担心的是 一般重症不是会住院吗 那为什么重症住院的 死亡率这么高 是我们的医疗量能 有问题吗 第一个 还是我们的头药太慢 我们送医院太慢 各种因素 当然都要拿出来考虑 不是 因为他这个重症 他的母数不稳 这个重症的死亡率 什么意思 就是死掉的人 比上重症的病例 重症的本来就比较难界定 而且这个重症 可能会有少报的一个因素存在 所以那个不太好 应该用什么死亡率来 看比较好 整个的全死亡率 每天指挥中心 报出来那个数字 或者万分之三 那个万分之三 万分之五 所以你认为应该看 确诊死亡率 不要看重症死亡率 对 就像这个 这个是万分之五 这个数字是最漂亮的 这叫确诊死亡率 对 有多少人确诊 然后确诊的死亡率 对 然后这个数字的话 为什么漂亮 因为它可以跟它 常规的死亡率比 你知道Omicron 它总是会死人 那常规的死亡率多少是 万分之三 那我们还是比较高啊 对 这个比较高 这个数字就比较准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才开始比较高 就自从我们 那个开始到六万以后 开始数字到六万以后 才会高起来 以前在六万以前 大概都是三左右 那就算我们不看 重症死亡率 79%这么恐怖的数字 我们光光看 这个确诊死亡率 万分之五也确实比 理事长说的 他认为合理的 万分之三还要来得高 那为什么比较高 我们要讨论 这个才重点嘛 是我们投药太慢 我们的药不够 还是我们的医疗量 能有问题 这几个都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还是药物 我们要够不够 我们的药基本上 我们的药基本上 如果算我们的 原来计算的话 是够 为什么够 你看到 我们假定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 两千三百万人 都染疫 那根据Omicron 常规的死亡率 万分之三 我们用万分之三算好了 不能用万分之三算 因为你 投药的人才死掉 那还行啊 不行嘛 对不对 他要乘以什么 要乘以十倍 乘以十倍 我觉得他还没死 我都要投的意思 你不能投 我投的人每个都死 那这个投的不行 因为他已经中重症 或者他刚开始 你就应该投药了 所以他是什么 六点九万人 两千三百万 乘以万分之三 千分之三的话 千分之三就是六点九万人 然后乘以十倍 乘以十倍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得 头十份的药 也就是说 如果用这个公式来做计算 台湾至少应该要准备 六十九万份的药 对 那台湾有这么多药吗 看来是有的 因为光光 辉瑞口服药 我们买了七十二万份 那大家一定还记得 前两天又来了 沙东是不是 叫做 墨沙东 好 墨沙东来了 三万五千份 所以我们总计有 七十五万五千份 照理说我们的药是够了 那就不是药不够的问题 好 那就是发药的问题 发药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累积确诊数 已经超过一百万人了 而且每天 今天还九万多例 但我们总计累积起来 我们发药 口服药才发了 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份 就拿今天九万多例 才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份 光光比今天 你都觉得怎么那么少 更不要讲累积了这么多 其实这已经不少了 这不少了吗 这已经不少了 这已经超过 你看把这个一万八千多 比上七十五万 你看多少 超过了百分之二三左右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发的量够多 可能发的量够多 还死那么多人 意思在什么 意思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觉得 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份 发的量够多 够多了 我们要发的比例 应该是千分之三 可是不是据说 早期就应该投药吗 对啊 即便在清症的时候 就应该投药了 对啊 没有错 那怎么会投那么少药呢 我们这千分之三 就已经是早期投药了 我们死亡的 所以就说 即便是早期投药 也很多人 其实不需要这样的口服药 不是 他们投了药 投进去以后 基本上投到 不该投的人地方 爱上不该爱的人 我跟你讲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投错药 投错对象 对 投错对象 投错对象那么多 那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对象 才需要拿口服药呢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在五天之内的 五天之内 五天之内 确诊的五天之内 有风险因子的 有风险因子 对 最重要的关键是 有风险因子的 这个一定要经过医疗评估 才可以做得最正确 所以他们没有做到精准投药 才会这样子 投了很多 都投到水里去 所以要够不够 要够 发的量够不够 也够 但是发错人 没有精准投药 对 对象可能错了 对 没错 关键在这里 那医疗量能有没有问题 医疗量能 医疗量能 基本上台湾的医疗量能 如果就床位而言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台湾的床位 台湾的床位要怎么算 台湾的床位 你不能从一万张的 隔离病房来算 要从全台湾 十七万张的 急性病房来算 台湾人很奇怪 碰到疫情以后 病床就空出来了 大家都不敢去医院了 这百分之三十的病床 依那个政府机关 不用任何征调 他都能拿得下来 那这个 那总够加起来 是五万一千张床 是 五万一千张床 如果我们把它算成 说每一个人住院 他可以住了七天 或十四天 他不是只有住一天 所以同时间 能够收的人 大概是三千六 到七千二左右 那把它换成 Omicron的死亡率 千分之 就是万分之三 再乘以十倍 就是不是死人才住院 我们要乘以十倍 变成多少 我们每天要通报 一百二十万例 或者是两百四十万例 这个病床才会爆掉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不会爆的 所以绝对数字来说 我们的病床是够的 问题是我们还是有 那个两岁的小朋友 找不到病床 那就是他调度的问题 调度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是有调度系统吗 他个调度系统用错了 就会这样子吗 调度这种格力病房的系统 叫做传染病防治医疗网 那他现在用的系统是 EOC 那EOC不是 他都叫我们用EOC不是吗 EOC是格力 EOC是加护病房 EOC是急诊设计出来的加护病房 所以EOC其实是加护病房的系统 对 不是传染病的系统 对 那我们的指挥中心不知道吗 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他们当初设计的 这是史聪梁设计的 史聪梁是个急诊的大夫 他当然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他设计了 传染病防治医疗网 他手上都有格力病房的床术 每天都要报给他的 他都知道 结果那个病人去找他 找的时候找到EOC EOC走的是格力病房 这是加护病房 加护病房是干嘛的 出现大车祸大的爆炸的时候 你找他 那格力病房他可以 也就是说 我确诊我要找的是格力病房 找的是专责病房 对 但政府叫我查的系统 是找加护病房的系统 对 那政府竟然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那也太离谱了吧 对 中央跟地方都搞不清楚 中央搞不清楚是说 他要用EOC去调 那地方搞不清楚是 他自己在调 那都不对嘛 因为这个病房 全部都会报给地区的指挥官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的致死率为什么这么高 重症致死率为什么这么高 或者是确诊致死率又为什么这么高 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 其实刚刚那个王老师说的部分 我有部分有不同的看法了 因为药物的部分 我认为准备是不够的 你用药不够 我认为药是不够 你不能用那个高风险的人是几% 然后再把它乘以10倍这样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药 莫拉扁阿尾 或辉瑞这个Pasovic的 它一定要在轻症的时候 而且我们所有的危险因子 其实最重要就是年龄 所以如果我们用65岁去算 它大概最近确诊65岁以上 占的都是大概10%左右 那如果一天9万人确诊 事实上它一天要发出去的是 9千份药 然后我们的65岁以上老人 那我们累积到现在 只发了1万8千份药 是啊 所以一天就要发9千 那如果一天就要发9千份 我们累积才发1万8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发的不够 对 我先举一个 我自己岳母的例子 因为其实我岳母是 自己住在院里 然后她独居 所以我太太非常担心说 她染疫之后没有人照顾 所以先帮她去问一下 结果问了院里当地的医院 那李仲慧医院他告诉她说 她没办法现场把你PCR 她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当地唯一的医院 那怎么样可以帮她看呢 说你先不舒服没办法 你还是得一直筛 快筛 筛到阳性 我之前已经有跟观众朋友分享过 其实要快筛到阳性 其实你已经发病好几天了 筛到阳性之后呢 你打电话进来 快筛到阳性你发病好几天了 对啊 因为你病毒量要够高嘛 所以初期你宴会漏掉三到六成 所以你就拖了两三天去了 然后呢 你打电话进来之后 给她确认说你有快筛阳性之后 她再帮你约感染课的时间来视讯看诊 到时候要排队 那这中间是不是还要PCR 还是已经不用了 没有 就现在政府的 现在15岁以上不用了 对 现在政府的美意就是 我视讯远端可以帮你确诊 让你有机会拿Pasovic的 所以那15岁以上的人 已经不需要PCR 你只要两条线 你就可以去视讯了 关键就来了 一个礼拜就有一个诊 我要等七天 一个礼拜才能排到一个诊 所以我等到 七天 那家前面三天搞了十天 就是如果你排不到 那一天的门诊的话 你要再等 你最多有可能等到七天 所以我就说 那我想要现在赶快去确诊 能去哪里呢 她说你要去大甲的光田医院 然后我就帮她看一下 我的岳母65岁 我必须要一个人不舒服 然后骑着机车 骑了15公里30几分钟 到大甲的光田医院里面去排PCR 然后不知道排几个小时 然后现场 之前是说现场 做完PCR之后让你回家 我如果等不及视讯 我赶快去排PCR 对 等不及视讯 结果你要骑 寒风中你要骑着这样的车 一个65岁的老人 你要想一下 然后他做PCR 做完之后之前是让你回家 PCR也要等 对啊 也要等 你也不是当下就当你确诊 也没有啊 所以等到你再拿到药 再通知你 OK你可以来领药 又不知道几天之后 所以我们目前 双北也一起解决了 但是请各位观众朋友 注意一下我们 中南部偏乡的这些长辈 事实上医疗的资源 是非常匮乏的 所以我很替他们担心 因为现在开始往南烧了 开始往南烧 南部的疫情 中南部疫情 事实上在这几天 会再翻倍再翻倍 大概翻上去 所以我们的确诊数 一天的高峰 应该会15到20万 所以下面还没烧到 但是我们能够得 可是我们真的会有15到20万吗 我们PCR也做不了那么多 中南部的PCR还没用完 还有机会 对啊 如果确诊阳性 快载阳性后 可以视同确诊的话 那165岁以上才行 对对对 所以 或三大族群 所以现在就是 医疗的分布不均 跟中南部事实上 还没做好准备 是让我们其实会很担心 这些长辈的 来问一下苏星 你接触这么多低线的 医护人员 他们有没有反应 为什么我们的病人 送进医院这么快就病逝 我们必须说真的是 他的病程非常的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从刚才说 中位数三天 大家就知道意思是 将近有50%的人 都是三天之内就死亡 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是确诊当天就死亡 甚至有些人是 死亡之后才确诊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一些医生就讲 第一件事情是 确诊的时间太慢了 简单的说呢 医生说比如说他们在急诊 有时候碰到的 甚至老人家是什么 老人家可能是在家里面 跌倒了骨折的送来医院 这个时候来以为说 我要帮他医骨折 医院发现不得了 老人家其实新冠病毒 已经感染了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有些时候新冠病毒的感染 对于本来有一些 神经退化疾病的老人家来讲 他可能造成他有一些 看起来有些沾望 或甚至造成他影响 他的行动能力 所以家人怀然不知他有感染 跌倒了送到医院来才知道 这个时候不知道 他已经发病第几天了 这个时候用药可能就有问题了 所以第一 确诊时间太晚 确诊时间太晚是怎么造成 必须说在明天才要实施 快塞养籍确诊 对不对 在之前你要买快塞 要到PCR 要知道真正结果出来 可能已经四五天了 怎么用药呢 加上老人的症状不明显 我必须说很多人都说 难道你们家老人 健康有问题 你都没有观察到 没有医生说 很多老人症状都不明显 第一 他烧不起来 小孩子可能一烧 甚至到38 39 你会害怕 对不对 他说老人烧到37.8就不得了了 可是你可能觉得烧烧没什么事 他平常就这样 所以烧不起来 第二 他平常就老人烧 平常生活症 可一下 所以你也觉得还好 所以他有可能是消化到症状来 你不知道 你就是他落塞 结果就是 所以很容易延误 中部长有没有可能 我们这个重症的标准太严苛了 外面人说他重症标准太严苛了 因为我们要到很严重才算重症 所以因为重症的认定 其实没有那么明确 是不是说住ICU 还是干嘛算重症 如果说今天从中到重的变化中 有些医生就会说 会不会你这个中到重的变化 没有把它离定得那么清楚 以至于我在最恰当的时间 用最恰当的药物 没有这么精确的时候 就造成了整个情况 没有那么理想 所以轻症用的药跟中症用的药 跟重症用的药是完全不同 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 所以怎么样去区分中症跟重症很重要 是 所以他就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辉瑞跟莫沙东 就是针对这些高风险族群 你还是轻症确诊五天之内赶快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主要是让病毒不要复制 否则你已经感染很多天 病毒已经大量复制 再用它也不好 所以这个是就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是 在轻症的时候就要用了 对 五天内 每个人都需要 你如果是轻症里头的高风险族群 那么一定要用 而且要越早越好 一定要在五天内 是 另外一个就是 那如果是瑞德西韦呢 大家就发现瑞德西韦什么时候用 瑞德西韦这时候用的时间很妙 他们说你如果很轻症用它也没有用 因为之前就有研究说对 它没用 可是它有一个很巧妙的用到时间前 就是它需要氧气 但是它还不能插管 插管以后用它没用 要它已经开始需要氧气 比如说它可能开始要接外面的氧 不是呼吸器 或者是贾永杰送的救命神器 你可能要增加氧流量 那群人他在中症的时候 可能用瑞德西韦是有效的 可是你等到插管它重症 其实用它就不好 这个时候就要用这两个 就是要说蒂赛米松跟塔西丹康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说 抑制身体里面过度的免疫反应 因为很多人会死亡 是因为他身体里面太激烈了 造成自己的身体 变成焦土的战场 这个时候后来就救不了 所以最后重症的人通常用这个 可是你看刚才我说它是抑制 它很严重的免疫反应就告诉你 它其实也不算真的超级的特效药 这个时候要仰赖是什么 仰赖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支持性疗法 还有很这个很缜密的 很精确的这个叫做支持 可是问题台湾现在面临什么 面临指挥中心都会说 专责病房还有控房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专责病房有控房 可是人力够吗 如果有控房并且人力够 为什么会突然间专责护士 人力要从1比5变成1比9 甚至有些我们比较班的时候更多 比如说当你的人力照护比例低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确的 去调整它一直去调它 甚至之前有人说 拜托之前都装呼吸器的 如果你一个呼吸治疗师 两个呼吸治疗师确诊的 谁来照顾它 就是医疗的人力 也在这一波大不受到影响 所以这种种的种种 第一 确诊时间太慢 第二 我们这些有些医生认为说 是不是有个中重症的这个标准 没有那么明确的情况下 使得我们治疗的成效 或者我们真的死亡 我们的重症死亡率很高 我们重症死亡率几乎到八成 对五个里面有四个 对 七十几% 我们的重症死亡率也不低 19%将近五个里面有一个 所以到底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真的是接下来很重要 因为今天是七十几个 我们很担心这是浪潮的起点 因为它不一定是浪潮的高点 这才是我们最在意的情况 这是浪潮的起点吗 我们等会再来问休息老师 刚谈的是所有的民众 我们特别来谈谈小朋友 因为儿童在今天又新增了一起 重症脑炎 儿童死亡的病程也非常快 很多家长说根本送进医院没多久 根本来不及救 我们也来听 指挥中心怎么说 一位这个六岁的男童 这个是我们又新增一位 儿童脑炎的个案 那五月十一号的晚上 开始有发烧到39度的一个症状 同时有寒颤跟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形 进入深夜的时候 有出现这个意识变化 跟一些这个呕吐抽搐的一些症状 那到医院的时候 急诊这边量到的体温是很高 42.7度 发现有这个肺炎跟脑水肿的一个情形 所以诊断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 冰发脑炎跟肺炎 那我们累积的这个儿童的重症病例 目前就是总共有15例 那也包括当中有7例的这个脑炎 包括今年的这一案 死亡的儿童人数没有增加还是5例 好 我们都要来谈谈小朋友 但是休息老师 刚刚苏清问 这是死亡潮的起点吗 理论上中重症降低 他死亡就应该要降低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起点 跟这个终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医疗照护的品质 跟治疗 目前还在上升趋势 但是儿童为什么大家关心 儿童 这个就我要秀给大家 各位 我们现在 20个里面就有一个人 你要了解 所以你身边 我们身边很多确诊 我们已经来到5% 已经快接近5% 那这个最多的是什么 18到29岁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讲 无症状跟轻症 这边重症的几乎没有 那你看儿童也有5.84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他回去跟家户感染之后 就会这么高 而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当今天他又跟我们等一下看到的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脑炎 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今天就会有出现香港 过去的研究 在报道的时候 跟西方国家不一样 西方国家的儿童 在Omicron住院利息比较低 但是香港为什么比较高 香港就是因为在 这个是公立医院的研究 送不进去治疗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跟香港比较像 我们目前的 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问题 就是可能遇到 然后在美国好像没有那么多 小朋友感染Omicron之后 转为脑炎 为什么亚洲包括香港和台湾 这么多小朋友 我们要先 我们要先 我们种族的问题要留在第二个 第一个要先问说 请问这个儿童送进去 我们在急诊系统 以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旧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塞车的问题 我问你急诊前一阵子 有没有塞车 绝对有 有 这个是大家承认的问题 今天 中部长没有承认 不 承不承认那是一回事 可是他中间 我们的病床很够 我们医疗量能很充足 中间六个小时 这是事实 所以你知道 我们只要儿童出现所谓的脑炎 他在旧的过程中间 那黄金时间是非常重要 香港在这个地方出现 那人家为什么西方国家 他们的儿童 难道他们儿童住院里 难道只有因为种族因素 其实不一定 邱小妹的例子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今天的急诊系统 就是靠邱小妹当时 从北部送到中部 那个时候我们 所以那个例子 其实在我们后来看到的 这两岁的那个例子 就出现这样的例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 除外出这个 再来看种族是不是有差异 我不认为 因为脑 这个脑部的这样的一个脑髓炎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儿童 最容易出现的